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面我们继续讲 《世情论》是所造的阿比达姆居士论 阿比达姆居士论 中共分八品 其中现在我们讲的第二品当中 第二品里面 昨天前面已经讲了 按照优势中的德 在唐义当中 没有加德顺 也就是说德 我们德和非德 这个问题要搞清楚的话 第一个什么是所德 就是所德的法 还得胜他的本体 然后德者的菩提迦乐 这三个关系应该清楚 比如说我是德者 也就是说菩提迦乐 然后在我的相续当中获得别解脱的话 他的别解脱叫做是所德的法 就是所德的法 然后我和别解脱戒之间观念的 也就是说是在自相续当中获得了别解脱戒的话 那么中间按照优势中的观点 他们认为是有一种德 就是所谓的德的一种石油的法 他们认为如果没有德的石油的话 那就是佛经当中也是经常讲获得什么什么什么 就这样的话 那么所谓的德不存在的话 他所得的法也不存在 他是这样认为的 所以昨天我们上面已经讲了德顺 德顺的话就是为实心得和意实心得 还有持相续得也是分两种 一个是为实心得之具得和意实心得之具得 就是两种 再加上有一个叫本有的具得 就是中共分了五种吧 就是中共分了五种 这是所谓的德法 然后今天我们现在正在讲不相应性的产生 不相应性的产生当中 我们昨天也讲了不相应性的产生 按照小乘阿比达摩的话有十四种 十四种里面昨天德顺也基本上讲了 那么今天就是讲这个费德 就是德和费德里面的 就是今天讲这个费德 什么叫费德呢 费德的话呢 就是不管是任何一个菩提加勒 在他的相续当中就是没有这个获得 比如说我想就是得到什么什么 但是呢就是我没有获得 没有获得的话呢 就是他们认为中间呢 也有一种这个称实法 就是比如说我今天去就是想这个得一点这个密法 但是呢就是我在这个相续当中 我相续当中呢就是没有得这个密法 不在我相续当中呢 想获得一个别解脱戒或者是密纯戒 但是呢就是这个戒律呢 就是在我相续当中是没有就是得到 也就是说是以种种因缘来 就是已经这个抛开了 我向这个我这个所向的这个愿望吧 就是我这个我的这种愿望呢 就是就是没有这个成功 就是那么这样的时候呢 在这个里面就是有一种称实法 就这个叫做是费德 他这里费德呢也是分两个方面 分几个方面来就是讲的 所得之法对于菩提加勒 就是菩提切勒来说 不具有的物质就是这个所得的法 就是不管是别解脱法 还是是这个任何其他的一个法呢 所得的法呢就是对于这个任何一个人来说 就是不具足啊 就是这个不具足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称实的物呢 就是叫做是这个费德 费德呢就是实际上是也有两种 即为德之费德与不具之费德 就是前面昨天我们讲的这个新德之费德 和这个具足之新德之德 德算和那个具德就是分两种 同样的这个费德呢 就也可以分为德之费德和 还有那个不具之费德就是分两种 第一个是为德之费德呢 诸如生其无学到第一刹那时 他就是这个为德之费德吧 就是他没有得到的费德 没有得到的费德什么呢 就像这个一个人呢 就是他通过修学最后呢 就是生起了阿罗汉的这个无学到的 这种这个第一刹那的这个过位 第一刹那的过位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凡夫人呢 从来都是没有摧毁过的这个 这个有定的费德呢 就是在他的相续当中是根本就是 得不到就是没有这个机会 就是在他的相续当中 怎么寻找的话呢 这样的这个费德烦恼 也就是说是这种烦恼的话呢 就是是费德 就是这个叫做是 这个为德之费德 不具之费德呢 诸如从餐顶中退市的 第一刹那时的费德 就是比如说一个人呢 就是以前是他获得了这个 四餐或者是四五色戒的 这种餐顶的这个境界 后来呢就是依靠种种因缘 最后从这样的这个餐顶当中呢 就是已经退市了 已经退市的话 在这个菩提切勒的相续当中 有没有这个餐顶的境界呢 就是没有的 就是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是在他的相续当中呢 就是这个餐顶的境界是没有的 已经这个退市了 从第二刹那一和 与凡夫未生起 无路道之必是 是必之费德 也是这个不具之费德 就是这个不具之费德呢 刚才那个 比如说获得这个阿罗汉国位 就是阿罗汉国位一和 然后这个或者呢 就是凡夫人呢 就是这个没有这个生起 无路道的 这个时候的就是 他的费德呢 就是叫做是不具之费德 昨天我们就是不是讲了吧 就是如果是这个得损的话呢 就是他的这个相续当中 已经这个具足的得损 就是第二刹那奖以后呢 就是在他的相续当中 已经具足 就是不管是那个新得知 这个什么这个 一是新得知 这个具得也好 或者是这个 为是新得知 具得也好 就是具得呢 就是分两种 但这里呢 就是也没有这样 这个详细的分 费德呢 就是从两方面呢 也可以理解吧 就是一个是 为德之费德和 还有这个不具之费德 这样呢 就是在一个 凡夫人的相续当中 就是无路的这个法呢 就是第二刹那 就是不会有存在的 然后 阿罗汉的这个相续当中呢 就是第二刹那以后呢 就是烦恼是不会具足的 不管是怎么 就是这些费德呢 就是叫做是不具之费德 就是不具之费德 这些都是犹布的观点 就是新论师呢 就是并不是承认 就是因为这个 德和费德的话呢 当然我们这个犹布宗一上 金布宗一上的话呢 就是承认这个不相应性 就是不相应性呢 他是这个名相上的不相应性呢 就是应该是这个承认的 但是呢 就实质性的不相应性呢 就是他们都是不承认的 因此呢 上面所说的这个 不管是德的这种概念也好 或者是费德的概念 全部是属于是这个 有不中的一种特殊的观点 就是有不中的一种 这个特殊的观点 因此呢 就是这个 是金伦师呢 就是他就并不是 实际上是这样这个承认的 就是因为这个 德和费德的话呢 就是实际上呢 就像这跟这个 说十女的儿子一样的 就是真正这个 你有这个实质性的东西 要寻找的话呢 就是永远也是到不到 就是找不到 就是他的这个主意 因此呢 就是这个 实际上是在这种 他自重来讲的话 并不是成人 德孙是属于自相细 并非是他相细的法 就是那么这里 说德的法呢 当然这个有他相细的 也有自相细的 也有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法 但是在这里面说的 这个德呢 就是比起是属于自相细的 并不是属于是他相细的 他相细的德孙 除他就是除他意外 会这个出现的 那么这个 他相细的这种 这个德孙的话呢 就是在这个 除了就是他意外 除他意外会出现 这样一来呢 就是则 甚至也具有 凡夫相细的泰国 如果我们这个 他相细的这种德孙 要具足的话呢 那么这个 他相细当中的这个德孙 我们这个相细当中 要具足的话呢 就是有始终是 有不终呢 就是这样这个 发一个泰国 他说是 那这样的话 是获得阿罗汉国位的话呢 就是他已经获得了 无路的这种 这个 就智慧 如果就是他相细的 这种德孙 也要具足的话呢 那么阿罗汉的 已经具足了 这个凡夫自相细的 他的什么这个德孙 就是有这个国式 因此呢 就是他不能承认 这个他相细当中 存在的这种德孙 德孙是相续所舍的 而相续为舍的 以是当有为法 不存在德孙 因为这些是 自他的共同之法 而德孙呢 就是在不同于任何法 任何法就是 他这里说 那个 比如说 这个所谓的这个德孙呢 就是应该是 这个自相续这个所舍的 就是他 由不动呢 就是这样认为的 就是这个德孙呢 就是不管是你这个 菩提加勒是余界 还是这个 是这个色界 就是在哪里的这个相细呢 就是应该是 在自己这个相细当中 这个所舍的 自相细当中 没有这个所舍的 比如说这个衣服啊 二环啊 或者是这个珠子 瓶子当牦牛啊 大 就是什么这个 山王等等 就是其他的 这个各种万世万物的法呢 就是这些的事 就是他不存在 就是有这个德孙 为什么是不存在 有德孙呢 因为这些法是我们这个自他的共同法 所以自他的共同法的话呢 就是也许是 比如说我们这个 现在这个吃饭的 这个 就是一碗这个米饭的话呢 那么这个一碗米饭呢 就是本来是 这个是属于我的 但是很有可能呢 就是来了这个 其他的人呢 来了乞丐啊 就这个时候呢 就是我很有可能 就是送给这个别人的 因此的话呢 就是这个呢 就是不能这个 属于是这个 是这个德孙 就是德孙的话呢 必须是属于自相续 因此呢 就是在这个 其他的一些讲义里面呢 就是说这个 比如说珍宝啊 二环啊 这个书师啊 等等就是 很多就是各种各样的 这些法呢 就是不属于是这个自相续 不属于自相续的法呢 就是因为它是 自他共同的法 就是因此呢 不能这个属于是自相续 如果不属于自相续的话呢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不存在得孙 那么所有的法 它这里呢 就是这个德孙呢 就是属于这个自相续 这个时候呢 就是这个 石金伦师呢 好像在那个自识当中吧 就是你们方便 就还是要这个看那个自识 自识里面呢 就是这样讲的 他对这个优势中呢 就是说是 你们就是为什么说是 这个德孙呢 就是诚实的这个存在 就是自相续这个 说实的存在 他们说是 我昨天也是引用了 这个这个教证吧 就是这个任何一个人呢 就是如果这个 具足这个实法的话呢 就是他已经这个 就是获得了什么呢 就是获得了 就是断除五种 这个下顺的这种 这个法 就是也就是说是 获得了这种 无路的这个果位 所以呢 就是这个应该是 自相续这个说实的 就是因为这个法呢 就是必须是 自相续当中说实 就是才可以 那么这个石金伦师呢 就是驳持他们的观点 就是引用了 这个专轮 就是专轮王经的 这个一些教证 就是专轮王经当中呢 就是说是 这个专轮王呢 就是已经这个 获得这个七轮宝 就是专轮王呢 就是获得这个七轮宝 然后石金伦师说 如果你们这个佛经上 仅仅是有一个 德子的这个概念来 就是承认这个 这个德孙呢 就是自相续说实的话呢 那么这个 这个七轮宝的话呢 就是也应该是 这个属于是这个德孙里面 为什么呢 佛经当中 已经明明说的是 这个专轮王 是已经具足了这个德孙 具足了什么呢 就是七轮宝 就是已经他这个 获得了这个七轮宝 获得七轮宝的话呢 那么这里面 也是有获得两个字 就是那为什么是 这个其他的经典当中 是这个 甚至这个 什么这个获得 就是这两个字呢 就是认为是自相续 而且这个德孙也是 这个德孙也是诚实的 如果你这样承认的话呢 你为什么是不承认 这个自相续 不属于的话呢 就不承认为是这个德孙 为什么是这个 非啊 就是这个德孙呢 就是属于是自相续的 这样的话呢 就是不合理的 如果你真正这个佛经当中 这个所说的 要全部就是一一的 这样要结束的话呢 那这个 什么这个 《专论王经》当中的 这个 以这个教证呢 就是为什么不承认 这个七轮宝呢 就是这个 是属于这个国王的 就是所谓国王的原因呢 就是德孙也是 为什么是不属于国王 但是这个时候呢 就是他们说是这个呢 就是也是不可思议的一种 因为这个 我们有些金刚道友 也是辩论的时候呢 就是他实在是 自己这个回答不出来的说 这个问题是不可思议的 就是不能再思想 不能再这个思维 就是再思维下去的话 就完蛋了 就是不要再思维了 就是再不要这个 渗入下去 有这种说法吧 因此这可能是 他们是学习这个 由不宗的吧 就是由不宗的说说 哦这个 这种这个金刚呢 就是还是是不可思议的 最好就是不要 不要再这个 就研究了 就是也有这种这个说法 所以试一试吧 就是我们也可以观察 就是 当然这个 所以试一试自相续 也是这也是 由不宗的一种观点 真正这个 去这个观察的话呢 就是这也是 实际上是不成立的 就是不成立的 就是他这里说 而德顺呢 就是在这个 不同意任何法 那么所有的法 都必定是这样嘛 就是他这里这个 所有的法都是是不相 在自己这个 所以相续当中 所涉的才有这个德顺 那是不是这个 所有的法都是这样吗 也不一定的 就是他这里讲 以上就是是 由违法而言的 以上以上呢 就是指指的是 由违法而言的 而无违法却不一定 就是无违法的话呢 就是也不一定是这样的 而免虽然呢 不为相续所舍 但此二字的 说破是相续所舍 他这里这个面呢 指的是那个 非倔责面和这个倔责面 他这里说 那么这个所有的法 是不是这样呢 就是不一定就是 因为呢 就是由违法的话呢 当然是这个 自相续当中所舍的 就是这些呢 就是才有这个 自相续的这个德顺 就是 但是这个无违法的话呢 就是他所得的这个法吧 就是也就是说 他这个说破的这个法呢 就是相续所舍 而 因而 而灭是这个德顺存在 就是 因为他的这个 说破方面来讲的话呢 比如说我这个相续当中呢 就是 比如说那个 这个 圣者的这个相续当中呢 就是烦恼 就是通过智慧 这个抉择以后 就是已经灭完了 就是那么这里面的这个说破呢 就是他说破的一种无事部分吧 就是无事部分呢 应该是属于是自相续所舍 因而这个 而灭的这种德顺呢 就是应该是这个存在 而且呢 就是他是这个相续所舍 这个知道吧 就是这个 这个耳灭的话呢 就是他这个灭法呢 就是不属于三界的 就是他不属于这个 自相续所舍的 就是他 他耳灭的这个 说破部分呢 就是应该是承认的 但是他的这个耳灭的诚实部分呢 不属于是相续 所以我们有时候 这个按照优不宗的观点的话呢 应该就是 按他们的这个观点来去说 就是有时候呢 我们也是 哪个是合理的 哪个是不合理的 就是在将居士 和研究居士的过程当中呢 有时候呢 就是你第一个 就是优不宗 就是他自己 所承认的观点 就是到底是什么样 就是这个必须要承认 然后呢 就是其他的这个宗派呢 就是他所承认的观点是什么 然后呢 我在我们这个相续当中 是这样 这个合不合理啊 就这样去观察下去 但我看到很多金刚道友呢 就是在那个 就是讲解居士论的过程当中的话呢 就是从来好像没有这个观察 就是在自己 没有这个渗入下去 就是这个到底合不合理啊 这个到底他的说法是什么 然后他的首先 就我们要动到 就是他的说法是什么 他的说法已经知道的话呢 那么这个到底合不合理 就是你自己呢 就是我昨前天都是说 我们这个预解当中呢 就是八个尾城同时这个产生 问了很多金刚道友的话呢 就是从来没有这个相过 也同样的道理 就是前面我们就是 尤其这个二十二根 二十二根的话呢 就是是哪些是这个具足 哪些是不具足啊 很多这个问题呢 就是比如说这个预解当中 哪些具足 哪些不具足 这自己这个居士论的道理呢 就是并不是我们这个 初世间的一些大圆满的这个境界 大圆满的一些境界的话呢 就全部是圣者的境界 就是我让我们那个 意义的体会的话呢 恐怕有点困难 但居士论的很多这个问题呢 就是可以说是我们分别联的境界 因此这些分别联的境界 就是我们这个没有深入 没有去观察呢 就是觉得有点这个可信 这个金刚导游们 还是那个从理解方面 就是很多人呢 就是还是理解方面 就是也不错的 就是有些个别人呢 就是正是从自己的体会 和这个理论呢 就是想结合 这样理解的话呢 就是你这样记住的这种概念呢 还是在心里面 也是这个长期的就是存在 你光是这个字面上 就是为了一个考试 为了一个这个目的呢 就是简单的这个了解一下 这也不是文士的这个方法 所以每一句 每天说这样的这个道理呢 就是你闭着眼睛 就是看看 今天我们讲的什么 今天说这样的这个道理呢 是由不中的说法是什么 然后有没有事情 论师在站在这个 进步和这个上面的 这个宗派的观点来 就是播出过他们 然后我自己呢 就是先这个 比如说今天我们说这样的 这个德顺呢 就是到底这个所谓的德呢 就是有没有 就这个也观察 然后这个德呢 就是有的话是怎么样 没有的话是怎么样 由不中这样承认的 上街是这样承认的 所以之前呢 在这个最起码的一种文士的方法吧 就是希望大家还是 这个思维的这个方式 尤其呢 就是可能从来都是 以前没有这个文士修行过 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抓 就是这一点可能 不太动 就是这个原因 尤其呢 可能稍微动一点 但是我像是我们听歌的话呢 就是遭殃这个浪费事件 就是你认为是一种浪费事件的话呢 还不如这个好好的 这个专心制止的听 听完的歌后呢 应该还是要 这个深入这个研究的话呢 就是我觉得是 对你这个相续的 任何这个修行境界呢 就是不但没有这个任何损害 而且呢 就是对你的这个信心呢 就是各方面 就是也有一定的这个帮助和利益 现在末法时代的 很多这个文士修行的人呢 就是对自己有利和有帮助的这些法呢 就是不去文士 就是往往都是很危险的 往往都是就是对自己呢 就是不相应的有些呢 暂时就是在希求心来就是求这个 然后过一段时间实在不相应的时候呢 就是对佛法和对上师 对很多这个圣者的教言 也是这个生起邪见 就是最后呢 就是堕入这个邪道 就是有这种可能性 就是因此在这个文士的时候呢 就是自己应该把这个智慧 就是应该进一步的 怎么说呢 就是这个 就是详尽各种方法呢 就是增加自己的智慧很有必要 他下面就是建立讲这个 这个阿密吧 阿密的这个德顺呢 就是存在 并且相续当中所舍 而非德呢 就是也包括在这个相续 所以刚才颂词里面就是说是 这个德顺和非德呢 就是全部是自相续所舍的 原因也是这样的 是相续所舍的法 就是这个非德也是包括在相续当中 是相续所舍的法 任何法 任何法不存在 就是德顺 就无有就是非德的所法 实际上这是 就是他这里呢 就是任何法呢 就是实际上是不存在 就是德顺 就是也这个不存在呢 就是无有这个 也不存在呢 就是非德 就是非德的所法 实际上 那么就是 这是由不中自己的这个说法 对他这里呢 就是也是可以这样说吧 就是按那个 就是居舍论的这个讲义的作者 就是他的话呢 就是我们就是真正实际上观察的话呢 就是任何法也是德和非德呢 就是是不存在的 但是呢 这种这个 就因为这种这个 就是德顺和非德呢 就是德和非德呢 就实际上是 只是这个由不中的一种这个说法 就是由不中呢 就是他自己建立宗派而已 真正我们去观察的时候呢 就是实际上是 这个也是并不是这个很成立的 然后下面呢 就是讲 他这里宣说弊之特法 下面讲 这个德顺和非德的这个特法吧 就是这个特法呢 就是也讲了 就是德顺之特法和这个非德之特法 就是有两种 一个是这个德顺之特法呢 他这里说那个 那个由不中的这个观点呢 大家都知道这个法呢 就是有这个善事 就任何一个法呢 就是他有这个未来过去善事的这个城市的存在 就是未来过去善事的这个城市存在 然后同样的道理就是 他那个德呢 就是也有这个未来过去善事的这个存在 就是善事的存在 这是那个 就是对这个世间方面的这个观察 然后这个善等德顺为善 善等就是 那么就是德顺的这个 比如说所得的法的 如果善法的话呢 就是他的那个德顺呢 也是善法的 所得的法是如果是恶法的话呢 德顺呢 就是也是这个数语是恶法的 如果所得的法是那个无疾法的话呢 那么他的那个德顺呢 也是属于恶法 所以他那个德顺呢 就是什么是三等的话呢 就是那么他的德顺也是三等 然后呢就是他所得的法是属于恶法 哪一个戒呢 就是他的那个德顺呢 也是这个数这个戒 就是有一般来说是这样的 但是特殊而言的话呢 就是他那个德顺 德顺是什么样的 这个数语是哪一个戒的话呢 那么这个他的德顺呢 就是也是数语是这个他的戒 比如说我是那个愚戒当中的人 我是愚戒当中的话呢 我叫做是这个德顺 那么这个德顺 我所得的这个法呢 就是是这个 什么这个无色戒的餐顶 无色戒的这个餐顶的话呢 所得的法是无色戒的法 但是我德顺的话呢 就是我是这个 是愚戒的人 愚戒人的话呢 那么我刚才我相续当中 德顺是什么呢 就是德顺应该是数语是愚戒的 就是他这里 这个德顺呢 就是也属于这个戒 不输三戒 就是不输三戒的 就是像这个尔米尔米啊 还有那个道地啊 就是那么他们的话呢 就实际上是也有这个四种 那四种呢 就是他是这个属于三戒的 就是他的那个德顺的话呢 比如说这个 这个决赠面和非决赠面和 还有道地 他们的话呢 实际上是他不属于这个三戒的 他自己不属于他所得的法嘛 所得的法是不属于三戒 但是他的德顺呢 就是有四种 就是在三个戒也是有 然后呢 就是还有他的德顺呢 有一个无路的这个德顺 就是所以 这个不属于三戒的呢 就是他有这个四种德顺 就是三戒的德顺 和再加上无路的德顺 就是所以这个有四种德顺 他下面呢 就是就是讲这个 所得这法有三舍 所得这法是有三舍 德顺也有三舍 就是他那个所得的法呢 就是实际上是有三舍的 就是过去所得的法 未来是个所得的法 现在是个所得的法 就是这个法呢 就因为他们有不中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 前面也讲了 就是他是承认这个三舍是有 就是未来过去 现在都是舍有的 这是有不中的 就是特殊的一个观点 就是他既然承认那个有不中 就是未来过去 现在这个舍有的话呢 那么所得的法呢 就是也会有这个 就是三舍都是舍有的 诸如过去所得法的一个 彼此德顺也有过去 比如说就过去的这个所得的法呢 就是他是这个过去这个所得的法 但是过去这个所得的法的话呢 就是他的那个德顺呢 就是也有过去的这个未来 过去的过去和过去的未来 还有那个过去的这个现在 应该有这个三种 这个呢就是满正论寺的那个讲义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就是他那个所得的法是这个过去也好 这个现在也好 或者是这个未来也好 就是但是这个德顺呢 就是所得的法和那个德顺呢 就是有不同的 就是那么这个德顺的话呢 就是有些这个德顺呢 就是他这个所得的法的前面 就是他就在这个提前这个出现的 有些这个德顺 德顺就是那个德顺呢 所得的法和这个同时这个出现的 有些这个这个什么那个德顺的话呢 就是他那个所得的法的这个后面 就是这个会出现的 就他就具了一个例子 就比如说那个就像一个牛群吧 就是一个牦牛的那个一群这个牦牛的话呢 就是牦牛当中有一些这个生牛网 就是就牦牛里面最好的一些牛网的话呢 他是这个所有的牦牛当中最前面就是会做的 就是然后有些这个小牦牛的话呢 就是他是这个所有的牦牛当中是最后面来的 所以这个德顺的话呢 就是他那个所得的法没有出现的时候 那个德顺呢 就是早就就是已经这个出来了 就是也有这种这个现象 然后这个所得的法呢 就是早就已经过去了 但是他那个德顺的话呢 还在后面就是也有这样的 你们没有放过牦牛 如果放过牦牛的话呢 就是这个很明显的 就是有些牦牛呢 就是他特别轻快 就是他是这个人和牦牛还没有出来的时候 都是他已经这个出来了 这就是比如说我今天就是生起一个烦恼 我生起一个烦恼 我现在那个三点钟的时候 现在不是三点钟吧 现在那个就是或者是我今天这个中午 这个十二点钟的时候生起一个烦恼的话呢 是这个所得的法 但是这个时候呢啊就是这个烦恼的这个所得的法呢 就是刚刚这个十二点钟就出现 刚刚十二点钟出这是这个所得的法 但是他的这个有些德顺的话呢 就是就提前就大概是十一点钟的时候都已经这个出来了 就是他就像刚才那个有些牛网一样 牛网的话呢牛群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牛网他自己就提前就已经这个出来了 就这就是这个啊就是就提前那个出来了 就是然后还有一些那个啊什么就是啊 就是这个德顺这个呃就是德顺这个呃 就是德顺这个呃有些这个德顺的话呢 就是十二点钟的时候的时候 他那个德顺就是不能一起这个出来 就十二点钟的时候这个所得的法不是出现吗 所得的法出现的时候呢 他的这个呃这个德顺呢 就是与他同时的就是一般来说是与他同时的这个出现 就是他那个德顺的法呢也是同时的出现 然后呢呃就是有些这个法的话呢 就是他刚才说到的法早就已经过去了 就是过去的时候呢 就是拆那个德顺呢就出现 就像一件小牦牛一样的 小牦牛的话呢就是牛群已经就是别住人家 就是就是要要坐了 要坐了的时候 有些小牦牛还在这个后面 就是后面 然后跟着就是这个牛群 就是还自己就是跟着那个牛群去 所以有些这个法的这个德顺呢 就是跟着这个后面去 所以我们这个从现在的角度来讲是 那个现在的这个法和同时的这个德顺呢 就是现在的这个德顺 然后现在的这个过去这个德顺的话呢 就是有些这个像牛群一般的这种德顺的话呢 就是刚才都已经这个他就已经出来了 就是这个叫做是过去 这个现在的这个过去 然后那个现在的未来的话呢 就是现在这个德法的这个同时呢 就是有些那个德顺的话 还没有出来 就是等一会儿 大概是这个几个小时以后呢 他会这个出来的 这叫做是这个这个什么呢 就是现在的这个未来这个德顺 就是所以呢 就是一个法呢 就是他很有可能就是同时这个出现 就是三种这个德顺 就是这是 所以当然实际上是这样观察的话呢 这些也是是虚空当中的 这大个道一样的 就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但是有不重要就是他这样承认的 既然这样承认的话呢 我们要知道的是 他们这个说法是到底是什么样 就是未来的这个德顺是什么样 过去的德顺是美 那么未来的话呢 就是他实际上 就是未来的话呢 就是他认为是有这个 未来的这个未来 未来的过去 未来的这个现在的德顺 就是有三种德顺 那么现在的这个法的话呢 这个现在法是这个现在的法 但是现在的这个法呢 就是依靠这个法呢 就是也是有现在的过去 和现在的现在 和现在的这个未来 就是有三种 因为未来的话呢 就是也是是同样的 就是未来的这个 所得的法是未来的法 但是这个所得的未来的法呢 就是他也有这个 什么这个未来的这个 什么这个过去和未来的这个 现在和未来的未来 就是有这个三种 就这样的话呢 就是这个德顺的话呢 就是应该是这样分析 所以你们如果动荡的话 是刚才那个 就是这个牛群和这个什么这个小牛 就是这样的这种比喻呢 就是比较这个好懂的 就是他有些这个德的话呢 就是他跟就是他有些 讲义里面这样具的例子 就刚才也是这样的吧 就是他那个就是提前就是出来 像牛王一般的这个 这个德顺也会这个出来的 然后与他同时呢 就是像这个阎光和这个他的因子 就是比如说我们身体和身体的因子呢 同时出现的 就是这个是与这个索德的法和这个 他的德顺是同时出现的 然后还有呢就是索德的法呢 就是现在出现的话呢 那么这个德顺呢 就是后面后面就是才才出现的 后面才出现的就像这个小牛一样的 就是用一个牛群呢 就是这样比喻 就是所以这个未来过去的 这种德顺的方法呢 就是就是德顺的这种 这个索德的有不重的这个观点呢 就是大家应该这个明白 他这里说有不重的观点 承认三世为诚实 我就这个大家知道 就是一般那个除了有不意外 进步意义上呢 根本不承认为是未来过去 现在呢就是都是这个诚实的 现在呢就是应该是 所谓是这个诚实 就是因为他起到一定的作用 但过去的事情呢 就是已经过去完了 未来的事情还没有这个诚实 所以呢就是未来过去 现在呢就是全部诚实 这样的这个观点呢 唯一的有不重的观点 因而安利为是三世的德顺 即过去得法的 就是过去得损 过去得法的现在得损 然后过去得法的未来得损 就是这个刚才也讲了吧 就是比如说昨天就是 昨天就是一个人呢 就是在生起一个强力的这种信心 生起一个强力的这种信心的话呢 他昨天就是三点钟的时候 他的相续当中生起这个强力的信心 但是昨天的这个得法呢 就是这个信心呢 就是过去就是大家都知道 就是昨天的这个信心是得法 然后他那个三点钟之前呢 就是他的相续 他那个游戏得损的话 提前就已经这个出现了 这叫做是那个过去的 这个过去这个得法的 这个过去得损 然后就是昨天三点钟 就与他同时产生的这个得损的话呢 就是那么这个过去的 这个现在这个得损 就是过去得法的这个现在得损 然后这个三点钟过后 就是四点钟的时候 就是他的这个信心的这种得损呢 就这叫做是过去这个得法的 这个未来就是得损 就是所以在从那个过去的角度来讲的话呢 就是这个得法呢 就是是过去就是全部是一样的 但是这个得损呢 就是他分了一个三十 就是未来过去 现在就是分了一个三十 就这样分的 然后呢 就是这个现在得法的这个过去 等就是过去得法 也同样的道理 就是现在 我这个现在呢 就是生起一个强力的这个信心呢 或者我现在呢 就是获得了这个什么如意宝啊 这个的话呢 那么得法是我现在的这个如意宝 我现在这个如意宝的话呢 就是我现在获得的这个如意宝的这个前面 就是刚才可能是这个 大概我早上那个起来的时候的 那个得损就已经这个出来了 因为这个是牛网一样的 就是就刚才出来了 我们以前呢 就是什么这个不能吃到 不能这个什么这个不能早点早退 我不是这样 这个可能不行 但那个我现在这个获得一个如意宝的话呢 就是这个得损 就是现在的这个过去得损的话 刚才就已经这个出现了 就是在我的相续当中都已经出现了 然后有些那个得损的话呢 当一会儿那个 在过了一会儿的时候才会出现的 就是所以这个现在的得法当中呢 就是他有一个 现在的这个得损和未来 就是现在 现在的这个过去得损和 现在的这个现在得损 现在就是得法的未来 就是得损就是也分那个三种 就是分三种 然后未来得法的这个过去得损 但就是这个都好比喻吧 就是好这个推理 就是说我这里不用这样了 比如说他这个阿罗汉而言 过去这个得损呢 昨天获得阿罗汉 前一时的得损为过去 过去法的那个得损 就是昨天这个获得阿罗汉国位的话呢 就是他这个当获得阿罗汉国位的话呢 就是他的这个得法是这个现在的这个 过去的这个得法 然后这个阿罗汉三天中获得的话呢 就是他这个前面的 这个两天中的时候的得损呢 就是叫做是那个 过去的这个过去得损 然后逼这第二刹那为过去得法的 现在得损就是 也就是说他这个第二刹那也可以说 或者呢就是他真正这个获得了阿罗汉的 就是要进入第二刹那的这个阶段呢 就是获得就是现在的这个得损 第二刹那间以后过去得法的 这个未来得损 就是这是从这个昨天的阿罗汉而言的 那么现在的得损的话呢 就是今日成为阿罗汉 前世为现在的这个过去得损呢 与自己同时为现在的现在得损呢 第二刹那间以后为现在的未来得损 这些都比较好懂 未来的这个得损而言的话呢 讲明日将获得阿罗汉的话呢 就与他同时为了 这现在得损呢 然后前一到现在 就是比如说明天那个下午 这个获得阿罗汉国位的话呢 尤其这个比较快一点的得损的话呢 今天都是这个相续当中已经出来了 这叫做是那个 过去就是得法 未来得法的这个 未来得法的那个 未来得法的那个 过去这样的 就像是一条这个河流一样 就是有些这个诸书里面呢 就这样比喻的 他这个一条河流的话呢 就是他那个经过 就是比如说这个大草原啊 或者是然后呢 就是山间啊 然后呢就是汇入这个大海吧 就是他中间呢 就是要这个经过很多很多的这个城市 经过很多很多的城市呢 他们又不总认为呢 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 这个四大的河的话呢 就是他是先经过这个 就是四尔巴 然后呢就是经过马尔康 然后呢就是到那个 就是他回入是什么这个金沙家 还是哪里就是就这样的 但是我们这个世间的话呢 就像是这个未来和过去和现在呢 就像是现在我们这里 这个罗肉和四尔巴和马尔康 就是这样的 然后到了那个四尔巴的时候呢 就是到了这个现在的时候 就是所以他那个斗孙的话呢 就是是经过就是一段一段的 就是他经过未来 经过现在 经过那个就是过去 就是他这样这个斗孙呢 就是也这样这个 有些讲义里面是 但这种这个比喻呢 就是有时候可能就是比较难懂一样 就是干脆 刚才那个牛群的这种比喻呢 就是好懂吧 就是意思就是说是那个 明天获得阿罗汉国位的话呢 就是那么这个 就是明日将获得阿罗汉国位的话呢 就是他当时这个 当时获得阿罗汉国位的时候的 这个同时的这种得法的这个得孙呢 就是叫做是这个未来的这个现在得孙 就是未来的这个现在 然后请前移到这个现在吧 就是现在这个现意的 就提前出来的话呢 这叫做是未来的这个过去得孙 就是未来的 未来之过去得孙 彼此第二刹那以后 未来之未来得孙呢 这主要是由于承认三世 现在即存在 城市无所知 这就是为什么是这样复杂 就为什么是这样 就是这个事情就是这样承认呢 因为有不同呢 就是他承认这个三世存在 就是三世存在 三世现在的存在 就是他说是未来也是现在的存在 过去也是现在的存在 他是这样承认的 因此呢以这个原因就是导致的 就是这以上呢 就是讲他的这个未来过去 现在呢就是从三十方面的分析 然后下面呢就是 这些得孙是善还是不善 这个无极法何者得孙呢 那么这些得孙呢 就是到底是他的这个本性 是善的还是不善的还是无极法呢 善法以及等子所包括的 不善以及无极法的得孙 也依此这个善不善无极法 如果他所得的法是这个善法 比如说我所得的这个 是一个信心的这个法的话呢 那么他的得孙也是这个善法 然后所得的这个如果是恶法 就是比如说这个破戒啊 就是等等这些恶法的话呢 那么相续当中所得孙呢 就是也是这个不善法 如果相续当中所得到的 一种这个无极法 就是像那个吃和丸等等 就是没有任何这个善和恶的 这种这个念头 或者是这样的无极法的话呢 那么这个呢就是他的得孙呢 也是属于这个无极法 就是这个比较简单 同样属于欲戒色戒无色戒的得法之 得孙也是属于这个各自之戒 就是一般来说的话呢 就是他那个所得的法吧 就是所得的法呢 这个欲戒色戒无色戒 不管是哪一个戒 他的这个得孙也是属于这个戒的 就是他属于是这个戒 也就是说欲戒得法的得孙呢 包括在这个欲戒当中 就是欲戒得法的得孙 就是比如说欲戒当中 他获得了一个法的话呢 那么他的得孙也是属于是 这个属于是什么就是这个欲戒等 然后那个欲戒的身体获得了上戒之法 得孙也是上戒的 欲戒的这个身体 比如说我这个欲戒的身体呢 就是获得了这个无色戒和色戒的餐顶 的话呢 他是这个博士菩提加勒的身份来分的 我们前面好像有没有一个 他是那个所得法来分的 就是他得法是什么戒呢 就是那么这个他那个 他昨天不是他们这个得孙呢 就是用这个绳索那样的 然后呢 这个所困的那个东西是什么的 绳索也是应该这个质量 是不是这个意思 他欲戒当中的身体 就是获得了上戒 就是无色戒啊 残地呢 就是比如说我获得了 就是第四禅的一种 这个四禅的这个境界 那么在我相续当中的得孙是什么呢 就是得孙也是属于这个四禅的这个质量 就是四禅的这个物质 所得者法不包括在戒中的而灭 就是然后这个所得的法呢 就是他不包括在这个三戒当中的 这个绝责灭和非绝责灭 非绝责灭无论是任何所得者法 欲戒当中的欲戒中的法的得孙是属于欲戒法 比如说他这里二面呢就是分析的 就是第一个是非绝责灭 非绝责灭呢 就是欲戒中的这个法的得孙呢 就是属于是欲戒 色戒当中的这个法的得孙呢 就是色戒 无色戒当中的这个法的得孙呢 就是也是无色戒 这是因为非绝责灭的这个得孙呢 以自己的这个 就是自己所属的戒与 以那一地所舍的菩提加勒的相续 其根本性的作用 就是他那个非绝责灭的话呢 他不管是他属于是哪一个戒吧 就是他这个人呢 就是属于这个哪一个戒 然后他这个所得的法是属于是哪一个戒的话呢 就是那么这个得孙呢 也属于是这个戒 就是这是这个非绝责灭 就是非绝责灭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在这个人呢 就是在当地当戒当中呢 就是也起到这个根本性的这个作用 就是他那个戒和地呢 就是地的话呢 就是有时候是 比如说我们三戒当中 都是分了这个九种地 然后这个 就是 什么那个 第一参二参呢 就是他是这个地不同的 就是第一参二参 就是 所以这个戒呢 就是只有三戒 就是他有些时候是戒相同 就是地不同 就是地不同 有些时候呢 一般那个 就是戒相同 就是地不同的现象比较多 就是这是这个非绝责灭 然后绝责灭的话呢 就是由凡夫与圣者两种 凡夫若以世间道 获得了这个绝责灭 就是他通过这个世间的观察 获得了绝责灭的话呢 彼之德顺也是属于色戒 无色戒和 就是色戒和无色戒 当然是没有这个预解的 为什么没有预解呢 因为这个他获得了一个 就是绝责灭的话呢 那么预解当中是根本没有一个 对治这个烦恼的这个绝责灭 就是所以说 这个色戒和这个无色戒 甚至于世间道和初世间道 两种获得绝责灭 如果以世间道获得 在他的这个利得也有两种 就是他如果用世间 甚至的话呢有世间道来 就是这个获得了这个绝责灭吧 就是绝责灭的话呢 就是他的这个利得 大家都知道 利得的话呢 就是他断除这种这个烦恼 然后呢就是断除这个烦恼 而获得了一种这个得损 就是这叫做是利得 利得呢 就是经常我们在这个《俱舍论》当中是用 就是比如说我这个相续当中呢 就是以前有这个嗔恨性的烦恼 然后我通过呢 就是绝责灭 就是通过呢 就是智慧 就是断除原来的这个嗔恨性 那么成分性已经离开了 现在呢就是获得的一种智慧 这叫做是利得 就是利得的话呢 就是他就远离了他的所断 就是获得了一种新的智慧 叫做是利得 那么他的利得呢 就也有两种 有路的利得呢 就是属于这个色解和无色解 就是语解呢 不会有的 然后无路的这个利得 以及这个出世间 这是这个有路和无路就是两种 以出世间道获得利得 与到底得顺也是无路法 因而不包括在这个戒当中 今天讲到这里 就是这个社会发生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